大家好,我是Benny 我現在在機場 很久還來過機場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去韓國 現在是零下20度 也蠻冷的 不是很多人,現在還很早 現在才是9點 試一試我的新的Gadget 去旅行的Gadget 看看在韓國那裏究竟會不會 機場好像有很多人不同 有一條很可愛的橋 這條橋很醜 我覺得都蠻醜的 你看 哇,你看看 有威高,千萬不要走這裏 第一次有飛機在我腳底穿過 哇,不是很過癮嗎? 真的蠻好玩的 這條橋外表很醜 但裏面真的蠻過癮的 在我身後是這架飛機 帶我去韓國 我看來這條橋外表很少 我看來這條橋外表很適合 我看來這條橋外表很沉悶 這麼冷的環境下 我也不會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帶了我這個coolifier 除了凍之外 它還可以發現 我們先按一下 H1 H2 鍾情 試一下 記住這塊發暖片 要貼著頸 好過爛毛巾 已經立即發現了 我帶了30秒 立即發現 現在就可以走 很有型 不用帶太多東西 可以了 Let's go 這裏有雞湯 這樣就非常暖 完全不冷 好多發暖片 哇 黃中澤 黃中澤 原來長頭髮就是這樣 這是什麼來的 Lotion來的 加濕器這麼有型 這麼帥 設計這麼漂亮 也只賣百多元 一萬四千九百萬 這個東西真的很不錯 因為一條頸的關係 因為一條頸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頸門鎖得好 那基本上你的人 那些風是不能進去的 所以這個人是很夠暖的 這裏就是明凍 這裏就是明凍 哇 正啊 燒烤 正啊 哇 蒸燒它 蒸熟了它之後還要燒它 50元港幣一吋 有很香的炭火味 但是呢 也挺韌的 沒有什麼鮮甜味 這裏就是關東煮 好像日本關東煮 原來這些呢 好像魚蛋那樣 魚褲那樣的問題 可惜不夠 不是很熱 味道頗淡 一般的 或者當我覺得冷的時候 我才穿它 我冷的時候才穿它 如果覺得OK的 我就關掉它 它仍然保持著溫度 因為它的熱還沒散 就黏著頸子 所以是很舒服的 哇 真是甜的 有些好像麵奶的東西在上面 哇 這棟樓很厲害 整棟樓都是賣耳環的 有味道一味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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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個廣角鏡才行 你看看 玫瑰金呀 耳環呀 幾錢一對 不用一萬五千瓶 一萬五千瓶 一萬五千瓶 大約一塊水 現在還要是50% 50% 即是50萬一對 哇 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明道出名的 日心雞鍋湯 還有呢 就是活白爪魚 活漿魚 是渴望耳狗來到這裏吃的 這裏大概250元 就是這麼小碟 這麼小碟 你看還要動的 還要動的 還要動的 嘩 還要動的 嘩 嘩 嘩嘩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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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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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個呢 就是蒸水蛋 這個就是蒸蛋 這個很便宜 這個就是一萬瓣 一萬瓣 大概都是七十元港幣 七十元港幣 好香啊 好正 而這個呢 是人心雞湯 整隻雞 和有米在裏 正 各位 現在就終於在雪山這裏 現在Full Gear 準備滑雪了 今天就不是太冷 今天就是零下 大概零下十度 很多人 雪山這裏 今天天色是非常之靚的 非常之靚 我還帶了某個Moro Moro 背囊 為什麼呢 這個袋子有很多設計 我發覺真的不錯 這個袋子是防水的 你看看 我現在在雪山這裏 滑雪 其實都會濕碎的 對不對 這些拉鍊都是防水設計 滑雪的時候 想拿些手套 想拿些水出來 是比較急一點的 對不對 它有一個拉鍊 快速拉鍊 我可以馬上拿到袋子裡的東西 水等 各方面的東西 保暖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這裏 這裏的間隔 可以放在電腦 立即可以快速地拿出來 電腦位置 這些都可以很快地拿出來 它不會滑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還有一個保密扣 這個保密扣 小小個 一拍完它 就已經穩妥了 這個用磁石的 所以你看到 一拔它出來 就完成了 要鎖上它 然後把它貼著 拍一下 這樣又貼著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方便 快速地可以拆開它 貼上磁石貼後 你就可以從上面 大物件 可以從上面 折進去 滑雪來說 我們帶來新買的 Amazfit Focon 平時我們試試 通常是打籃球 游泳 踩單車 這些運動監測 試得多 但是 是第一次可以試到滑雪功能 OK 現在來試一試 究竟滑雪功能 是怎樣 OK 完成了 Let's go Eat Focon Van 2 5 4 5 6 6 7 6 运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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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手机上看数据 这支标在零下18度的情况下 运动得非常好 没有停电 仍然在记录滑雪的情况 这是地铁站入口 这是地下商场 现在1点多都没有停电 走了很远路 才能到地铁站 现在要买票 现在要去景福宫站 按一下英文才不会看韩文 然后搜索 G 景福宫 Government Complex 就是这个 按下去 一张 1850元 完成 那张卡 如果不想那么麻烦 我就在 七仔买一张 韩版白辣通 半透明 很帅 充值之后 去哪里就可以了 现在是橙色线 3号 往前走 还要继续走 有经过一些地下的商场 好了 直至到了 这张卡 在这里 好 这张卡 有幕后 今天一 щоб的打开 应见到这个字 应见到这个字 这就是要去的地方 车身很佛 车身很高 进行复工 亮亮 应见到这个字 這個就是O罪 然後下一站就是鬥鞠鞠躬 這裡不錯,這裡不會打開 香港就沒有這些東西 四號,到了 四號站出口 現在來到勤正樓 這裡是勤正樓 以前皇帝跟神子辦公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辦公室 究竟他現在裡面是怎樣 我和大家一起進去看看究竟 這裡就是勤正樓 以前皇帝在這裡 跟神子開會 一切的軍機大使都在這裡決定 很多大使在這裡發生 這裡大概有六千尺 皇帝坐在正中間 雲神老神分別兩邊站在這裡 應該坐在這裡開門 看到下面這些是小椅子 其實不是小椅子 那些是小椅子 這裡當然有很多東西吃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有什麼新鮮 個癮的東西 這裡很地道 有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要去找烤鰻魚店 看看有沒有烤鰻魚店 前面就是這間燒鰻魚店 非常之出名 我們現在過去試一試 乾杯 這裏有兩條鰻魚,兩條鰻魚連這麼多配菜,7萬4千瓦 也就是說大概500多元港幣 可以用薑,再加一些特製醬汁,拌芥末,包著吃 又或者用紫蘇葉,加少許泡菜,再加鰻魚,包著吃 像我們的生菜包一樣,非常好吃 可以吃一碗,增加醬料,增加醬料 燒至脆薄薄,這樣吃是最好吃的 很油香,皮很脆,很鮮味,這個真棒 好,這裏有個機械人,機械人是幫我們送行李的,OK 那我們就試一試了 好,我去的燈的燈,一、二、三 請啊,蠻色的開始按鈕 好,那就按一下,開始 嘩,好厲害喔 好了 好了 很方便吧 就是說這些智能機器人呢 我們真的不用揹著袋子 至少不握著頭子 差很多袋子很重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可以帶我們去登機閘口 我不需要自己找 就像電動吸塵機一樣 沒有電之後呢 他會自己走到他駕駛那裏 自己充電 如果車子走得快一點就更好 因為我人不走的話 是花了很多 用了9分鐘時間 走了254米 他自己燒了45卡路 有我們的航班 香港 航班 航班機編號 雜口 出發時間 有齊在這裏 好,開始 這次呢 四日三夜 短短短 但也很好玩 我覺得呢 我經常都聽別人說 韓國的人很粗魯 會被人撞 行家會被人撞 我在這方面沒有試過的 那些人都很友善的 很不錯的 很不錯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衛生那方面 街道很乾淨 沒有人扔垃圾 廁所很乾淨 這些餐廳來講呢 我們香港出鏈的食肆 去旺角的食肆 廁所是很不堪日目的 濕滴滴滴滴 很臭的 它這裏呢 可能天氣檔的關係 不臭的廁所 很乾淨 很多時候我還看見 有噴水馬桶 即是電動馬桶 幫你省腳趴的 酒店也是 酒店也是用電動馬桶 是非常乾淨的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不錯 最初一天是比較冷的 最初一天是覺得很累的 頭有點尺 但是過了一天之後 滑完雪之後 整個人是精神了 真的是完全正常 而景福宮 景福宮來講 你是不是都要去的 OK 但是它的規模 比我們故宮 小很多 如果來到韓國 自由行的話 記住買它那張特勒通 這張卡 出入很方便 機場呢 機場巴士都可以用的 的士都可以用 今次來到韓國這麼冷 幸好我帶來Qualify 它上次介紹的制冷 今次呢 其實它有制熱功能的 制熱功能呢 對於我韓國逛街來說 尤其是頭一天 非常之有用 是非常之有用 因為它發熱的功能 它暖住一條頸 你個人是有活力很多 那我譬如說 我出街來說 我譬如說 這樣間歇性去穿它 我一天 還有電 我DJI的手持穩定器 跟我三星電話 在雪山那天 其實停了機 冷到停了機 是沒有電 我充了電 去到竟然沒有電 但我這張Main Street來說 仍然功效得非常之正常 所以 這都是我必須的裝備 好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麻煩給個Like 如果喜歡我這個頻道 麻煩給個Subscribe 不如繼續做更多有趣的影片 給大家 我們回香港再見 拜拜 還有 我IG有很多美食的短片 還有一些有趣的科技資訊 還要抽獎 好了 今天到此為止 回香港 要上機了 下次再見 拜拜 啦 除了